相恋四年 残疾男友竟突然提出分手 所以说我现在 就想把这些事情问清楚 到底是什么回事 真情寻访 却遭遇意外阻碍 小姐现在不想见飞飞 请你们转到她一下 以后不要再来找她 我就是爱上别人 你爱上谁 难道你爱上她了吗 情病背后 真相扑朔迷离 当秘密揭开 他们还能否拾回遗失的爱情 人间真情 艰难告白 即将播出 欢迎进入相互传奇 深海之谜 人间真情 感知生活温度 寻找人间真情 欢迎收看江苏卫视 人间真情 四年前 沈阳女孩儿菲菲 力排重义 选择身有残疾的刘小军 做了自己的男友 从此爱她照顾她 四年之后 当他们的恋情 就要修成正果的时候 刘小军却更改了 他们幸福之门的锁 将菲菲拒之门外 那么刘小军 为什么会临阵逃脱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人间真情 菲菲 二十三岁 是一名化妆师 她的男友刘小军 是一名网络主播 因为脊椎受损 相连四年来 都是菲菲在照顾 她的生活起居 这天菲菲像往常一样 早早前往菜场 采购了一些新鲜便宜的蔬菜 赶去给男友做饭 可是满载而归的菲菲 没有想到 她手里的钥匙 竟然没能像往常一样 打开刘小军家的门 正当菲菲在门外 焦急不安时 刘小军那条短信 让她彻底崩溃了 一直依赖菲菲的刘小军 为何突然提出分手 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现在我们就请上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菲菲有请 欢迎她 我知道现在心里 肯定是特别难过 因为毕竟这是四年的感情 而且这四年一直是 你在照顾她 对 一直都是我来照顾她 而且每天都是三餐啊 家务啊都是我来做 刘小军她的这个病情 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啊 因为她会有强质性脊柱炎 她就是她家的条件 不是特别好 出外的打工 导致这个脊椎受损 所以说她得了这个病 那这给人的感觉是 更多的时候 她应该是特别依赖你的 对吗 我觉得她应该是很依赖我的 那为什么她会提出分手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我这半年出去工作的原因吧 最开始跟她认识的时候 我是有工作的 那个时候我帮别人化妆啊什么的 但是后来我总照顾她嘛 两边跑 她就让我把工作辞了 就是在家照顾她 于是我们就是她的收入 就给我维持每天的生活吧 但是现在我又决定 出于工作呢 是因为她的病情吧 我也比较担心 然后在一起这些年 也没有攒什么钱 想攒一些积蓄 但是我看到这个片子里 在她做这个网络主播的时候 感觉她好像行动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如的 因为她比较坚强乐观嘛 在她瘫痪的时候 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个 网络主播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在她人气特别高那年 就是赚了一些钱攒下来 然后给自己换了两侧的髋关节之后 她才能行斗的 她这个髋关节是有期限的 如果到期了不换的话 就会越来越严重 最后还是会瘫痪的 我想出于打工赚一些钱 那为什么说你出去工作了 她就会选择跟你分手呢 这之间有什么观念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加班呢 或者有的时候特别忙的时候 就是照顾不周到吧 然后以前在家的时候 总是每顿饭呢 都按时给她做 现在她就是寄一顿饱一顿 然后有的时候 我下班回家我就特别烦 对她态度不是特别好 最近这段期间 我觉得我也有错 在这件事情上 那如果说现在 就是她提出来分手了 你想放弃这段感情吗 我不想放弃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都是很相爱的 而且有什么事情 都是一起面对的 我也不放心 她自己一个人生活 现在我离开了这几天 我都不知道谁在照顾她 所以说我现在 就想把这些事情问清楚 到底是什么回事 接到菲菲的委托后 记者赶到了辽宁省 辽阳市刘晓俊的家 你好 请问刘晓俊在家吗 让我们惊讶的是 开门的人并不是刘晓俊 请问这是刘晓俊家吗 你是哪位 我们是电视台的 是飞飞为以后 我们来找一下小军 小军现在不想见飞飞 请你们转告她一下 以后不要再来找她了 记者刚表明来意 就立刻被拒之门外 这个陌生女子是谁 她和刘晓俊又是什么关系 记者试图通过电话 联系刘晓俊 也没能得到回应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 刚刚出现在刘晓俊家的 陌生女子突然追了下来 请你买这个交给飞飞 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陌生女孩 拿出一张银行卡 希望我们转交给飞飞 卡可能太贵重了 我们不方便转交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小军是可以 亲自转交给飞飞 我想问一下 小军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跟飞飞分手了 面对我们的追问 陌生女子欲言又止 刘晓俊和飞飞分手的背后 是否和陌生女子有关 而她希望转交给飞飞的 银行卡又代表着什么呢 出现在刘晓俊家里的 那个女孩你认识吗 我不认识 我就是千想万想 我也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局面 我现在 你认为他们之间 是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应该是她 现在的女朋友吧 你觉得刘晓俊会这么快 会有了新的女朋友吗 我觉得她不会有 可是现在这个人出现了 我都特别的疑惑 就是那张卡 接受不了 那这个女子和刘晓俊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刘晓俊为什么那么决绝地 提出分手呢 我们的记者呢 也反复劝说刘晓俊 希望她来到现场 跟菲菲解释清楚 那今天刘晓俊会来到 我们节目现场吗 让我们一起倒数期待 欢迎两位 来 请坐 你好 主持人 您好 大家好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刚才我们短片当中 看到的那个女孩吗 对 因为之前的时候 菲菲也跟我们说了 她心里的很多困惑 本来四年的感情 而且她一直在照顾你 突然之间 你就提出了分手 能不能给个解释 什么原因 可能也是因为 毕竟很多女孩 她不愿意跟我 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在一起 终于感到厌烦嘛 那既然她喜欢出去工作 那她工作肯定是 照顾我又不方便 那既然她喜欢这样 出去忙 那就去工作好了 就不要在一起 你就分手了 我出去工作是为了 让我们更好 我没有说厌倦这种生活 那她出去工作 其实她刚才也讲了 是想分担一下 家里的经济压力 比如说她也讲到 将来你可能还要 再治患关关节 那么也需要 一笔很大的费用 她是为了你考虑 才这么做的呀 其实我感觉 钱不钱的其实都无所谓 就主要还是 她家里人还有朋友吧 对我们的言论什么 也是不支持反正 那我离开你 谁照顾你啊 难道要她照顾你啊 反正 她又是谁呀 解释一下 她是谁 这个不用你管 就反正你没出现的时候 我说也挺好 而且我记得家 她家人说过 我们结婚的时候 将会是他们 最痛苦的一点 而且以后也不会开启 这样 你们家里人不同意吗 父母不同意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是特别不同意 现在态度是中立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知道最初 菲菲为什么会选择 跟你在一起吗 遇见她的时候 她跟我说了她的故事 我觉得好像就像 另外一个自己一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从小父母也是离异 然后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 身体呢也不是太好 但是遇见她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比她幸运 我还能走能跳的 觉得可以照顾她吧 2011年 菲菲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小军 相似的成长经历 让两个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为了补贴家用 小军初二就辍学打工 长时间的重体力工作 导致她患上了强制性脊柱炎 失去了自力能力 生活的不幸并没有让小军 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她开始通过网络自学唱歌 成为黎明人气颇高的网络主播 而菲菲也被她这种 乐观积极的态度所吸引 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和小军在一起 她觉得别人会议论我们 因为他们不了解 我们之间的感情 可是我根本都没有在意过 有的时候她工作到很晚 半夜的时候唱歌生意非常大 因为在做直播 邻居就会投诉 敲门 甚至还会报警 然后我们那个房子 采光也不好 有的时候想带她出去 晒晒太阳 可是出去的时候 马上就会有人 对我们指指点点 因为她走路的知识很奇怪 然后我就觉得 这些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好 以前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在这四年的过程当中 彼此有过誓言吗 想过说将来我们肯定是会永远在一起的吗 对啊 一直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在一起 不久之后就说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在一起一辈子这样 刘晓军还记得这些誓言吗 已经吸不起来了 你能说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我就是爱上别人了 我就是爱上别人了 你爱上谁了 难道你爱上她了吗 你想跟她在一起 想让她照顾你 你喜欢她 这些你不用管 感觉你好像变成我不认识人 你注意到她刚才说的那句话了 她说她喜欢上别人 对啊 她说她喜欢别人 可是你喜欢别人 你可以跟我说吗 对吧 我可以成全你们 我也不会缠着你的 但是现在我就 没太明白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究竟她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都不太懂 我现在真是不认识她了 刘晓军的冷漠和决绝 让菲菲心灰意冷 正当现场戏份 信如尴尬之时 搀扶刘晓军上台的陌生女子 却是一主持人有话要说 陌生女子的举动 让我们都心存疑惑 她突然上台 是想表达什么呢 大家好 我叫刘丽 其实我 我早就忍不住想上来了 本来小军不让我说 其实我是小军的堂妹 就这两天 过来照顾她两天 前些天的时候节目组过来 正好碰见我们 误会了我们的关系 小军就决定将计就计 然后让我配合她 演了这场戏 那刚才为什么 你又说在下面 你有点忍不住 所以自己跑上来了呢 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没有我的话 没有人把它说出来 她永远都讲不清楚 因为两个人都有真感情 这样藏着掖着 对两个人的伤害都很大 其实就是前些天 小军在飞飞的包里 无意间看到了一张 那个病例单 拿出来一看呢 竟然是乳腺肿块 后来又发现呢 她飞飞在偷偷地吃一些 特别便宜的止痛药 就断定她肯定没有好好的去看病 她是觉得飞飞太辛苦了 这样拼命地攒钱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话 飞飞也不会舍不得给自己看病 所以她才想跟飞飞提出分手 我想先问一下飞飞 是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吗 我没 我曾经问过她几次 她也是不跟我说 我没去大医院看 但是去家附近的中医诊所 去看了一下 然后她建议我 喝几副中药调理一下 但是我一想到就是 毕竟中药嘛 需要喝好几个月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但是她的病 她患关节是当务之急 所以说我最后还是 没有去开中药 还是买了一些止疼药来吃 缓解一下吧 当初为什么要瞒着她呢 为什么自己的病情 不跟她讲呢 因为如果我跟她说的话 她一定会带我去医院看 然后而且流程也特别复杂 然后我那边工作又要请假 我觉得还是吃一点止疼药 就是先止一下疼就行了 但是我也有点不太能理解 就是你看你生病的时候 这四年她一直在照顾你 那当你发现她生病的时候 我觉得人的最直接的 本能的反应应该是 如果你爱这个女人 你应该陪着她一块去看病 但是我知道如果我带她去看 她一定不会去 她一本工作也是因为 为了赚钱给我换那个关节 你是说就是你们 赚下来那点钱 如果你要是带她去看病的话 她是肯定不会用那笔钱的吗 对 因为她想帮我赚钱换关节嘛 可是换关节根本就不够 一定不会用到这笔钱 那你后来选择的方式是 两个人分手 然后把这笔钱给她 对 就是那张卡上 是你们所有的基础 就是那张卡 由于病情不断加重 小君无法长时间久坐直播 人气开始下滑 她的收入 要维持两人生活 已经非常勉强 小君觉得 过去这些年 飞飞已经为自己付出了太多 这一次 她不能再让飞飞 为了她牺牲自己的健康 甚至是生命 迫于无奈 小君只得出此下策 以分手为由 将两人这几年 所积取的银行卡 留给飞飞 希望她能好好去看病 那你跟飞飞分手的 真正的原因应该就是 你希望她赶紧去看病 不要再让自己 成为她的拖累 因为我曾经在网上查过 这种病吧 如果恶化了还挺严重的 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说我想 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 那么我即将会失去的 还有就是 她在我生命中 其实挺重要的 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而我却成为她的绊脚石 就是拖累她 就是 甚至毁了她的一生 所以说 这样我感觉我 人生特别没有意义 而且活得也是特别乏味 为了她即使这样选择 我也是无怨无悔 你的想法是希望她离开你 能够比她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过得更好 是的 哪怕说 因为最主要还是说离开我 她会去看病嘛 或者找一个更好的男人 飞飞有没有设想过 真的像小薰说的那样 就是离开她 然后找到另外一个身体相对来说更健康 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她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 虽然她是这种情况 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她 我觉得 人都是有感情的嘛 我不可能说 因为我跟她在一起特别开心 我觉得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开心 就这种了 开心在哪 我觉得 我认为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她 给网友唱歌的时候吧 然后我也在那个房间里能看见她 我觉得 特别自豪 觉得特别骄傲 看着她唱给别人听的时候 对 我觉得当初 你就是因为你的勇敢坚强 你的乐观打动了我 可是现在 你就是发现我的一张 就是检查单 然后你就决定放弃我 我觉得 特别不像你做法 我不是放弃你 我是想让你去看病 你知道吗 你不去检查 这让我非常生气 是我们手里没有钱 我们别说买房子买车 我们现在 租的房子 甚至房租都交不上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 首先把病看好 你知道吗 如果你身体都垮了 你感觉我活着还有意义 那你跟我分手 就是因为我不去做检查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管是什么结果 我们都一起面对 我们在一起好好 行吗 每一个人 一个人在人还不成 深海之谜 人间真情 马上回来 深海之谜 人间真情 精彩继续 我愿意去 不管怎么样 让我们觉得欣慰的是 最终他们还是消除了误会 我想经历了 有这样的一场风波之后 我想他们应该 彼此之间会更加信任 也会更加依赖对方 然后两个人会共同面对 接下来有可能面临的 所有的曲折和困难 然后 其实我想说赵老师 我这么多年嘛 一直都是给粉丝唱歌 然后跟一些陌生人聊天什么的 其实我有一个心愿 就是我一直没有给女朋友 唱我一首歌或什么的 今天想就是送她一首歌 一首歌以标我的心意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 照明的全部是过去的空气 选择前的路 向着我的小呼吸 连自己的影子 都向朝铁 其实在爱情的路上 两个人除了相濡以沫 互相牺牲 更应该彼此坦诚 彼此信任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希望飞飞能够早日康复 也希望她们最终 到达幸福的彼岸 感谢收看本期 人间真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